张家住进了张达民为他们租下的房子里 这一年阮林玉15岁 他选择了辍学并和张达民住到了一起 16岁是阮林玉人生的转折点 由于张达民没有赚钱能力 养家全靠肯老 于是不愿向张家低头的阮林玉开始留意赚钱机会 一个契机 阮林玉通过了电影挂名夫妻的视镜 正是他上了从影之路 导演看中了他的悲情气质 称她的悲伤好像占饱了水的毛巾 一碰就出来了 一挤就会倾盆而下 于是有一点悲愁又不失风情的阮玲玉 不到两年便成了家喻户晓的荧幕女神 而在阮玲玉渐入家境时 张达民却越来越堕落 她整日流连于赌场无常 很快便将分得的遗产挥霍一空